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便去送了 还送出了事 露露在中国台北流流期间被一群男人暴打 这一打可把肚子里的药给打破了 药物慢慢地作用于露露的大脑 露露瞬间拥有了超能力 原来这种神秘的药物可以激发人体大脑的潜能 大家都知道 人类大脑只被开发了10% 这药物能让大脑被开发到100% 伴随着超能力越来越强 她开始寻找另外三个男人 她想要以一起之力来阻止这个药物落入大反派的手里 值得一提的是 露露在大脑开发到30%的时候 她给研究大脑的神棍博士打电话 说自己此刻没有了疼痛感 没有任何遗忘 对一切只有感知 作为人类的一切需求正在消失 要知道之前的她只是一个在夜店里干两杯酒 就大叫两声来表达自身兴奋的普通女孩 现在已经是无欲无求的神了 之后故事都简单迅猛不拘小结 非常典型的旅客风格 再来段旅客最喜欢的追车戏 顺带讽刺一下法国蠢笨的警察 反派就在眼底下似一般军火都看不见 对于露露来说 敌人都还停留在物质阶段 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对抗的 就这样手一挥全都倒下了 最终露露一边补药一边开脑到百分之百 生命燃尽的时候 灵魂脱离肉身变成了一个U盘 这部电影不得不说 完成了大部分人的梦想 就是不吃不喝长命百岁 如果你得到了这种神秘药品 并吃了下去 你会用超能力干什么呢 好了 感谢观看 再见 感谢观看